我們在打匹克球 大家好 我是邱元 我本身是一個全職的羽球教練 也是一個兼職的匹克球教練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運動呢 叫做匹克球 這個是近期在台灣非常欣欣 非常有活力的一個運動 那通常大家會不了解匹克球是什麼 那簡單的說它就是在雨球的場地 使用桌球的拍子 打網球的一個運動 那球呢有分兩種 38到42孔的是室外球 比較大孔的26孔是室內球 那這個活動呢目前很多球館呢 它也都有去推廣讓大家可以去參與 那今天就是為大家介紹這個 新興的匹克球運動 那通常我們在使用雨球的場地 去做匹克球運動的時候呢 它是看雨球場地的外線 作為它的邊線以及底線的範圍 網直的高度是從地面算起 91.5公分 它是屬於像網球式的一樣 它是落地往上算的 活動的方式呢也是跟網球一樣 你可以在空中所謂的解擊 或者是等落地再做回擊的動作 球場前面呢會有一個非截擊區 在非截擊區裡面呢 顧名思義它就是不可以 站在這個區域裡面去做截擊的動作 當你人站在非截擊區呢 就必須等球落地 它才可以做回擊的動作 那截擊呢必須在雙方的場地 各落地一次之後 才可以進行截擊的動作 所以原則上如果我是發球方 我就要等到第三拍我才可以做截擊 在國內目前比克球的比賽呢 大部分都是11分或是13分一局 那如果是公開組的比賽 可能會是15分或17分一局 以單打來說都是發球者得分 那如果以雙打的話 我們是採用舊字 發球得分才算得分 那如果是非發球方 得分的話是不算得分的 只可以取回球權 好那發球基本上一開始 我們都會從場地的右邊開始發球 發球要發進對角才叫做有效區 發球的時候呢 腳不可以採線 這也是裁判他在看你發球動作 第一個原則 那第二個呢 你揮擊的時候 你的球拍不可以超過你的腰部 所以你不可以用平擊的動作 一定要是從下往上提 那我們做一個發球的示範 要發到對面的格子才算有效區 皮革球為什麼近期呢 會比較讓大家接受呢 第一個是因為它場地 其實就可以直接適用於羽球的場地 它場地好找 那球拍的價格呢 其實也蠻親民的 再加上皮革球是一個很容易上手的運動 不過現年齡層 有小小孩、國小生 甚至到六七十歲的老人家 都適合的運動 但我們不明明是一個很維持這個 與香港的每一個50秒 每一個20秒 都不明明知道 因為它們的長位 否則有學習的行為 首先我們會有學習的